轻而易举的健康 第二十四课 今天我好好款待自己 尊重自己 爱自己非常重要 你必须敞开自己取接收 只有这样你 才能尊重他人 爱他人 所以 用一些特别的东西 款待自己 并且知道你是值得的 当你让自己敞开 接受好东西时 实际上 你可以给予更多 导读文章 善待你的身体 当你善待身体时 你就是在善待自己 你善待自己 你就敞开了自己 去迎接丰盛和完美 无暇健康的生命 宇宙的丰盛 一直为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住 然而 如果我们关闭自己 就无法看到生命中的丰盛 我给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 讲过这些 我留意到只有极少数人 能全然敞开接受 而差不多 我预先的每一个 都以为给予比接受好 但你必须明白给予 和接受是一样的 这是宇宙循环法则 在我们给予之前 我们必须先接受 因为我们只能给予我们拥有的 当你处于风 盛状况时 你才能更自由 也更慷慨 对你来说 做按摩 修手指和脚指甲 甚至洗个舒服的热水澡 似乎不算什么 但这些善待自己的小动作 是很重要的 当你特别优待自己 你潜意识就敞开了 自己去接受 借助人可自己是值得的 你让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付出的人 第二十四天的功课 今天款待你自己去做按摩 修手指甲 脚指甲 或三样都做 祝福今天所有你喝的 何吃的 肯定语句 我值得拥有世界上 所有美好的事物 我值得拥有世界上 所有美好的事物 我值得拥有世界上 所有美好的事物 谨记今天 信守承诺 希望我们能共同遵守 三十天的约定 每天一个简单的练习 希望每一位朋友 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丰盛的生命 和圆满的灵魂 如果你在做练习时候 身体的变化 或者更多的感悟 都欢迎留言和私信 我们一起限政其介 祝福您每时每刻都可以 活在爱 感恩和喜悦之中 我们下一堂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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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